美国最近针对三名侵犯人权的朝鲜人实施新的制裁 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的指责美国 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魏芝来了解朝鲜问题的最新状况 魏芝 主持人你好 华盛顿上周宣布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助手在内的三名朝鲜官员 因为侵犯人权和审查制度而受到了制裁 制裁包括了对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冻结 以及禁止与美国人进行交易 而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的指责美国 朝鲜外交部表示震惊和愤慨 并指责美国一心要把关系带回到去年相互敌对的状态 并且进一步警告说 此类的制裁将永远封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道路 主持人 魏芝 那现在这种局势下 大家都在讨论的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的前景如何呢 是这样的 美国之音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 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尼斯 是这样说的 他说峰会的前景似乎现在并不确定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朝鲜再次制造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对朝鲜感到非常不满的原因之一 这实际上是上次在我们最终在新加坡进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之前 他们取消峰会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觉得朝鲜似乎这次非常小心 但是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情况让我觉得事情进展顺利 韩国和朝鲜的一些举措清除所有的地雷 致力于使首尔非军事化 韩朝之间有一些很好的进展 与此同时 金正恩过去两周并没有如期访问首尔 因此现在预测朝鲜局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有很多好的发展 也有很多坏的发展 最后这通常不是好兆头 而在周日朝鲜中央社是发表了文章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 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名字 中央社主要是对陷入僵局的和谈提出了疑议 首尔的一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申范彻是说 文章中关于确保控制批评的程度 以免惹恼美国的说法 是在暗示朝鲜仍然将考虑举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 而韩联社报道 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斯蒂芬·比恩 本周将访问首尔 寻求挽救无核化的进程的方法 而自10月7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以来 就没有进行过有实质意义的讨论了 感谢记者未知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